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Sixnickers的柯拉拉小小姐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德物APP上一些不好的体验 那随着国内球鞋市场的一个发展啊 德物和NICE呢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多数这个球鞋爱好者的一个经常会逛的两个APP 那我个人作为买家的,就作为德物的买家的话呢 我自己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就是不管是他从就社区运营啊,包括有一些球鞋穿搭分享 还有一些这个价格,查价格的浮动啊,都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作为卖家的话,我个人体验上面最近,特别是最近啊,就是非常的差 不管是从他的球鞋的验证也好,发货也好 还是说从客服的交流上也好,给我带了非常差的体验 最近呢也是连续被奇奇怪怪的理由退了好几单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几天跟读的一个交流过程 以及如果大家希望在这样APP当中去做一个球鞋交易的话 提出一些建议以及我的经验分享 那接下去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吧 那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是连续四单啊,就是都没有通过检验或者说是被取消了 然后呢,同时是发生在一个周末当中发生了这四件暴击的事情 让我自己感觉就是我已经被读平台给办了 嗯,那从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开始讲起吧 就是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买了一双Off-White Dunk 就是在读上买的,上面仿道扣还在 然后呢,现在就是价格一直往下跌嘛 所以我亏了一千块钱,我寄到读卖出去的 然后结果呢,照常理来讲 它应该这个是非常好鉴定的,对吧 它就直接仿道扣一看就知道了嘛,这个鞋是真的 结果呢,它就放了一天一夜,也没有给我鉴定 然后呢,那个买家我不知道是因为等不及了 还是因为他从别人手里买到了这样一个原因 反正它取消了 然后呢,就给我赔了58块钱 就说他要退给我,也没有说什么补偿运费啊 这种事情都不存在,反正就58块钱 那我们通常知道,我以前哈,一直以为是这双鞋 嗯,根据它的价格买家的是赔一个它的赔偿金 实际上是不是的,是不管你这个商品是多少价格 它都是给你赔那么58块钱,甩给你就结束了 好,这是第一件事情 嗯,我去年一直给大家推荐买Dunk,对吧 然后今年我这个没怎么出视频,我也没有给大家推荐买Dunk 今年就跌下来了,如果说大家有什么跟我一样的经历 今年买了Dunk,然后跌的请在弹幕里扣1 但是我不负责任的啊 好,接下去的三件事情就非常复杂了 然后就很悬疑,就像讲悬疑故事一样的 好,第一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还是一双鞋,就是椰子500盐 那这双鞋呢,是我们当时就在加拿大店铺里,阿迪达斯店铺里买的 这一次Sam小哥哥回来呢,他带回来的这双鞋 好,然后独告诉我,他无法鉴定 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鞋与鞋盒不匹配 然后他我就给专员打电话了,反正他客服也是啥都不知道 我就给专员打电话,不,是专员给我打电话 然后呢,他说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这个鞋有一个ID,然后鞋盒有一个ID 然后他们呢,就是不mash,他们不是,就是匹配着的 然后呢,我说,那这个,它是真的呀,对吧 然后,然后它也不影响买家的穿着 然后我问他,你怎么去判断这个鞋与鞋盒不匹配 他说这是机密,反正竹,问就是机密,什么都是机密 然后呢,我说,然后他说这个原因是影响了买家的穿着 不不不,他说不影响买家的穿着 但是呢,影响了买家的二次售卖 我就觉得这个理由,如果你读APP,你不出这个规定的话 那怎么会影响人家买家的二次售卖呢 这就是第二件事情 而且这一件事情啊,就还是要跟大家互动一下 就是可能是我学识过浅 大家知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去判断这个鞋和鞋盒 到底匹不匹配 我觉得真的是德国APP有点不讲理得 好,接下去的两件事情呢,就更为玄幻了 这两个呢,都是衣服 我之前呢,是从来没有在德国APP上卖过衣服 那这一次呢,经过这两件事情我知道了 就是你千万不要去看它上面的价格 它完全都是垄断 就是我个人认为哈,就是如果你作为卖家 你想要卖衣服,那是不存在的 它肯定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说你这件衣服无法鉴定 它也不说你是假的,就是无法鉴定 好,那第一件衣服呢,就是这个Supreme 就是今年的这个COVID-19 那个村上龙,那个BOX LOGO 然后呢,我就很精心的卖出去以后 我就很精心的,我也没包好 我连拆都没拆封,我就寄给它了 然后寄给它以后呢,它居然跟我说 衣服没有掉牌,无法鉴定 我们在官网上买了那么多衣服了 都是没有掉牌的 就是因为Supreme官网 你买过来呢,它就是没有掉牌的 如果你去实体店买的话呢,是会有的 所以说它这个理由呢,我也是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呢,它跟我说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衣服呢,它就是无法鉴定 所以我对它的专业性,我真的表示非常的质疑 而且最搞笑的是那个专员还跟我说 说我知道有一个美国的牌子 它就是S打头的,然后它就是没有掉牌的 然后我就愣住了,那说的不就是我这件衣服吗 他说不能给我连续的,只能给我截图 然后说连续,连续就是什么机密 连续就是机密,不连续就不是机密 第四件事情啊,真的是气得我肝疼 就是事情呢,是这样子的 因为第三件Supreme呢,它给我寄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皱布拉吉,就是像咸菜一样了 但是呢,我有苦说不出 因为我当时呢,就是包装我想都没拆嘛 所以肯定能过,我就没有放防盗扣了 但是呢,我这个还是太年轻 所以呢,第四件这个衣服 我在寄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很认真的 我就拍了照片 然后在上面寄上了我可爱的防盗扣 还签上了我的名字 然后结果呢,他居然跟我说 还是不能,不能检验 什么无法检验 然后理由是,有的鉴定师说是真的 有的鉴定师说是假的 所以说呢,是无法检验 那你每件衣服都可以这样说 我现在想想,对吧 就每件衣服反正都是无法检验 这个就不去说了啊 然后我就说那行吧,你给我退回来吧 反正也是第四次了嘛 我也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然后给我退回来呢,我心里想 只要你的防盗扣在 我反正肯定是我这件衣服 结果呢,他跟我把防盗扣给拆了 然后呢,那个吊牌 那个黑色的那个绳子呢 也神秘消失 就剩下了两张纸 就吊牌上的纸 然后我就很不满意啊 我就去找专员了 专员给我的说法呢 是说,我这个绳子寄过去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松散 然后呢,它就自然脱落了 我就说我这个是怎么个自然脱落法 然后呢,我就让它给我掉监控 然后掉监控 而且呢,不能就是掉完整的视频啊 就是因为掉完整的视频呢 它就是,掉就是机密 掉就是机密 反正它只能给你做截图 然后做截图以后呢 它就给了我几张截图 最搞笑的是 一开始的截图呢 它是,就是 就是正常的 不算正确的照片 都是有时间的 但是只要那种 已经掉下来的 就是都是没有时间的 然后我就又联系了这个专员 这个已经先后 我已经联系了两个礼拜 我已经疯了 就是又联系这个专员 这个专员呢,又给我截图 截图出来的呢 居然第二次给我截图出来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22秒的时候 它这张吊牌 就是完全是掉在这个衣服上面的 它没有什么任何脱落这件事情 这也是他们刚刚打开的一个情况 好,然后在这个情况底下呢 我又联系了这个专员 我说这个东西它没有掉下来嘛 对吧 它寄过来的时候 它就是好的呀 然后他说 哦,我再帮你看一下 他说34秒的时候到36秒的时候呢 它是进行了一个自然脱落 然后呢,我就很奇怪 这个什么叫自然脱落 我就让它再给我发 但它现在呢 当然它还没有给我发过来哈 可能我到时候 视频剪的时候 它已经发过来了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就很奇怪 这个自然脱落的过程 自然脱落 它没有视频 它只有截图 如何显示它的自然 年轻人 你真的有点不将无得 哦,对,继续 然后这件事情呢 他说怎么样处理呢 他说他给我30块钱 30块钱 然后呢 那我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选项的嘛 我就说我没有办法接受 然后呢 他反正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最终商榷的结果了 意思就是说 你这30块钱你要还是不要 反正就是这个结果 就是30块钱甩你脸上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就这种态度 然后呢 我又换了一个专员 换了一个专员以后呢 他说你的心理价位是多少 我就说了一个价位 然后呢 最后他当然还是没有达到我的这个价位 他就说他商量了以后呢 他说现在是给我80块钱 好的 那我就及时止损吧 我也是受不了了 所以呢 就是连续了两个礼拜这样一个交流 然后中间各种低效 反正就是这四样商品 就是都给我推回来了 总结一下这四件事情 给我带来了教训啊 首先 最重要最重要 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读上 如果你想要卖衣服 那是不可能的 后来呢我也研究了一下 它和市场上的价格相比呢 读上的衣服确实是要卖的贵一些 那我估计呢 它是跟一些商家有合作吧 所以就基本上把这个市场给垄断了 嗯 另外的话 像球鞋的话 其实我之前没有碰到过这种乐七八糟的事情 也是最近正好也敢巧的四件事情放在一起 那我本来呢 是担心它会出现一些瑕疵啊 什么的可能会过不了 然后结果这次呢 反正就是这个理由 我真的觉得很痛苦 嗯 嗯 嗯